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证件报表明不接受任何中介代理人预约受理服务 提醒市民不要受骗 不少人急着回内地 社交媒体近日出现大量代客预约回向证服务 其中一个黄牛声称可以透过系统修改预约日期 开价1650元人民币 也有人说收1500元人民币可以提供虚假文件 证明申请人有急切的需要回内地 我们打电话给其中一个代理 他声称有内应保证一定成功 他们也有收钱的 所以就说指定地址给你去到那里 他们就知道他潜在那里 就知道你是我们叫过去的 发名陈先生想在6月回内地做事 但是预约8月才游位办证 他情急之下光顺了黄牛 给了250元订金 获通知4月可以办理 他之后在代理指定的时间去到办证中心 虽然代理说现场会有内部员工接应 但是结果没有人理他 中女证件报在官网发通告 只发现有社交媒体出现宣称可以帮人预约回向证账号 并收取不法谋理的情况 表明不接受任何中介代理人预约受理服务 提醒市民到官网预约走证规矩都以防受骗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张燕有回向证到期一延长半年 解决一位难求的情况 到现在他一天是去做到6000个回向证 但是事实上真真正正是已经过了期的 是有成100万那么多 给到他们一个半年的宽限期的话 就是可以大大舒缓目前的一个压力 据他了解中女证件报有计划延长营业时间 如果再配合延长回向证到期日 相信半年时间足够处理全部职额的申请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山报导 星期六全港戏院日或一30元的一位戏飞开售 多间戏院都出现排队能落人龙 网上系统一度痰瘫 有人就炒卖戏飞逃利 先看卖飞情况 各大院线早上11点开始卖飞 全港多间戏院售票处都打蛇饼 旺角朗豪芳这间戏院有过百人排队 人龙延伸至商场外 全港戏院日是开心香港打头阵活动 差不多所有戏院戏飞华一30元 每人行买四张 政府今次的刺激消费和HAPPY HONG KONG 我觉得是令到我们本身香港人都感受到快乐 不过没有夜晚 它只剩下午 想看动画的那些不好 少一点 方一点 但价值的 200元张飞现在30元 原本那些有些去到夜晚的 没有那些场 只是有某些时段 变成买不到 两个多钟后都买不到飞 原来要买去看其他套 金钟太古广场这间戏院同样人头涌涌 中环娱乐行这间戏院为了疏度人流 有职员向顾客派发单张 预先选定电影和长次 网上卖票同步开售 但大部分都要付手续费 系统也都大排长龙 英皇电影网页 显示一共有28000张戏票售卖 但进入系统一度说要轮后至少12个钟 半个钟头之后再进去 更加要至少70个钟 即是三日 戏院日完结之后才可以进去 百老汇的网站虽然一度能够进去买票 选择座位之后又再瘫痪 多次尝试支付都失败 其余家和和MCL 网页也都一度完全瘫痪不能够进去 不少教抢手 原价教贵的立体电影 下午网页显示 部分长次全院满座 戏院商会预计 全日会有20万人次入场 活动涉及电影发展基金 多少公币赞助 戏院和片商又会补贴多少 当局并没有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在网上转售平台 有人怀疑炒卖星期六的优惠戏票 戏院属持牌公众娱乐场所 兜售和牛票属于违法 有立法会议员说 摆卖双方都可能要负刑责 戏票星期六特价 可以比平常便宜过百元 有人抢到票之后 怀疑企图转售逃利 在网上二手物品出售平台 有账户放售一套动画 旺角挨抹长次的戏票 两张标价100元 连同手续费每张10元 如果成交可以赚20元 也有人卖另一出动感电影的实体票 星期六下午长次每张100元 即是四张票一共抬高了280元 戏院持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相关规管条例之下定名 如果以超出原价兜售 售卖和游说他人弃票 即属犯罪 部分远线已经在售票网站定名 售出的弃票不可以以任何方式转售 本身是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说 买卖黄牛票双方都有机会触犯法例 如果你是卖的价格是高过你买回来 如果高过的就是会有犯法 那他就没有说低过是会犯法的 今次是政府去有津贴有资助 你去看便宜 而你去用一个高的价钱 你自己有赚的 其实这些都是政府钱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是合理性上面 如果政府是要追回的 其实它有一个合理性去追 所以今次其实你除了是 骗了政府 浪费了公帑 本来有20万人可以参与 不同人士可以参与 希望给到多些的本地人 或者是基层的家庭 可以有机会去看便宜 也都是可以看到自己心仪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也是剥削了其他人去参与 今次开心香港的活动 他呼吁市民切勿以身事发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苏丹年日冲突造成至少512人丧生 4200多人受伤 多国加紧撤桥 中国派军艦到苏丹 到现在接受1300多人 包括两名香港居民 第一批撤离的中方人员 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解放军紧急调动在亚丁湾护航的海军第43批护航編队 南宁南和微山湖南到苏丹执行撤桥任务 第一批撤离的678名中方人员 星期三抵达苏丹港 经过登记和安检 他们登上解放军军舰离境 截至目前已有1300多名中国公民安全转移 有的已搭乘中国军舰船只离开苏丹 有的正在离开途中 首都喀普牧以外还有少量中国公民 我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安危 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首批撤离人员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十点几 徐南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外交部又说安全撤离的人员 包括香港居民和五个国家的公民 今次是中国海军第三次执行撤桥行动 上一次是2015年由也门撤桥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 另外通过陆路撤离苏丹的中方人员 分批搭旅游巴 由黑土木进入埃塞俄比亚 再坐飞机转到埃塞首都亚迪斯亚贝巴 之后坐航班回国 有次来人员说 除了在埃塞边境的时候 曾经感到非常担心 感谢中国大使馆的帮助 顺利拿到临时签证入境 一息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接着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升超过1% 纳斯达指数升超过2% 导致下升418点 报33,723点 标准500指数升64点 报4,121点 各别大企业业职理想 概括美国上季经济增长远低过预期对美股的影响 开始导致升79点 之后升幅逐渐择大 下午中段升超过400点 科技公司META上季营业收入和盈利都比预期多 今季营业收入有望高过预测 公司股价升一成半 重营机械制造商Caterpillar 上季营业收入和盈利都比预期多 但未完成订单数字和前季相约 分析认为反应需求可能已经见顶 公司股价跌超过1% 看下其他消息 内地星期六开始五一长假期 旅游业议会预计会有60万内地旅客来香港 八成是自由客 未来五一黄金周 在香港和内地全面恢复通关之后 内地第一个长假期 预计全国有超过2亿人次出游 本港旅游业价预计会有60万人来香港 估计八成都是自由行 自由行我们是预测不了去准备 我们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只可以做业务 自由行加上旅行团 60万的旅客 其实都是疫情前的六成左右 我们也都明白 因为三年都没有接待过那么多旅客 各方面的协调是很重要 我们的准备功夫就已经全部走水了 入境署预计五一当日是入境高峰 超过42万人入境 旅游事务署和多个部门 已经开会商讨预备工作 包括在各个口岸加强人手 协调运输和通关服务 例如是人流管理 增加旅游巴泊位 同家密交通班次等等 他又说警方在尖沙咀已经安排了不同的上落盒位置 以达致分流 旅监局也都会加强巡查旅行团到访的景点和商店 保障旅行团旅客权益 无线电视记者蓝君瑞报道 五日黄金周期间 预计有大批游客到澳门 但澳门不少店铺 人手短缺 要缩短营业时间 有些索性暂时不营业 驻澳门记者王维之报道 澳门旅游区这间小食店 最近人流明显增加 生意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 生意好转但请人难 现在店铺的话 其实我们暂时还是用着兼职的 暂时未找到长工本地人去做到这些相关的业务 我们其实都很担心的 现在明显就是旺丁 但是财能否接得住呢 人手短缺 他令一间茶餐厅被迫停业 人手最缺的部分就是 无非是大师傅 因为那些始终都是相对有些技术门栏 我们都希望就不要为了做生意 硬硬就要离开 然后拉低所的服务质素 所以我们宁愿将去关门 直接二次装修 当地餐饮业人士说 业界普遍看好黄金周市况 不过目前人力资源竞争激烈 中小企人手严重不足 要被迫缩短营业时间 甚至各次重新开库的计划 内地 起来我们的餐饮业来说 那个薪酬都不错的 其实澳门那个薪金优势是 没有那么显著的 所以变成了很多内地的 从事餐饮的人 他都会选择在内地工作 第二就是本地人 其实对于餐饮业入行 都并不是很热冲 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 薄企或者大的企业 都因为要应付游客 他对于人员的需求量是大增的 所以在这三个因素底下 中小企人力资源是更加紧张的 他又建议澳门政府 继续加发外劳审批的速度 和举办行业配对会 鼓励本地居民上市不同的行业 来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无线电视駐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内地星期六开始 放宽防疫措施之后 第一个五一场假期 北京多个著名景点 和酒店预约已经爆满 旅行社说 产品比去年卖贵一倍 都被抢够一空 而航空公司星期六起 不再查验来华人员 登机前核酸检测证明 华警航班手术量大增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五一连续五日假期 内地民众会怎么过呢 就是回家看亲人 长沙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旅游城市 越路山 然后还有举止兜头 都欢迎大家去 可能会参加一些战案之类的吧 今天这个五一应该不会 应该要错峰 因为人确是太多了 北京故宫天壇和宜和苑 星期三宣布 五一期间预约压门 呼吁没有预约的游客 不要前往 又在王府井经营 酒店的香港人说 五一期间的房子 月初已经订满 我想只有四月份 就是700多元 就是我们的平均 然后现在就是千多元 但是今年是 自从过完新年之后 各方各样 包括旅游也好 我觉得也有一些出差 也非常多 所以今年的这段时间 就很枯 北京郊区的民宿 入住率也都达到八成五 而航空公司星期六起 不再查验来华人员登基前 核酸检测证明 有网上平台数据显示 新政策宣布之后一个小时 跨境航班的搜索量 大增超过四倍 交通运输部预测 内地五一假期的客运量 是2019年同期最大 跨省和跨境出行 比例显著提升 有旅游平台的负责人说 五一国内邮订单 按年增长超过七倍 有产品的定价比去年贵一倍 仍然被抢够一空 酒店也好 机票 还有一些景点门票 旅游团 跟团游的产品 有很多已经都受庆了 需求量非常大 旅行社又说客人比以前 更加注重深度舒适的旅行 好像是去内蒙 新疆等地的包奸主题列车 在今年五一假期 特别受欢迎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陈聪昊报道 旅居美国20年的 痴性大红猫 叭叭叭叭回中国 在上海动物园隔离 为了适应回国生活做准备 叭叭在工作人员 悉心照顾之下 在动物园的隔离检疫区 生活一个月 区内设有冷气和空调 和露天活动范围 北京动物园也派专家团队 全天候监察痴痴健康状况 23岁的痴痴 2003年4月 和鸿性大红猫日落落 一起送到美国田纳西州 孟菲斯动物园 按照合作协议 今年到期回回中国 落在2月协议到期之前 因为心脏病离世 痴痴昨天下午送返上海 结束隔离之后 将会移居北京动物园 欢迎收看世界观 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在星期三通电话 欧盟欢迎中乌两国元首对话 俄罗斯就说 注意到中方的努力 有舆认为 中方将会派特使到乌克兰 突然要落实 劝和速谈 不过俄乌战事 可不可以尽早结束 仍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自去年2月24日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至今 中俄元首已经有五次对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个月20日 更加应邀访问莫斯科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面对面会谈 当时习近平说到中方呼吁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反对冷战思维和单边制裁 普京就说对和谈前开放态度 至于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 习连斯基就曾经在去年1月 即是俄乌战事爆发前通过电话 慶祝中乌两国建交30周年 当时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 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习连斯基一直希望再和习近平通话 甚至邀请对方到访乌克兰 直到星期三 习近平应约和习连斯基通电话 大约一个小时 习连斯基形容是理性对话 习近平向习连斯基表示 中方将会坚持劝和速谈 为尽快指战停火 恢复和平作出努力 他也希望各方通过对话 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九安之道 中方将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访问乌克兰等国家 70岁的李辉被视为俄国通 他在2009至2019年间 担任中国驻俄大使 目前是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扎连斯基就任命57岁的 李亚比金为乌克兰驻华大使 他有法律专业背景 曾经主管乌克兰海关总署 做过战略工业部部长 有内地舆认认为 中方派特别代表到访乌克兰 一方面可以提升国际形象 突显中国有决心去承担国际责任 其次是提供中立的沟通渠道 对于习近平为何在这个时刻认约 和泽连斯基展开俄乌战事后首次通话 华东师范大学有研究员说 目前西方传媒宣染乌克兰可能在短期内反攻俄军 如果反攻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不排除乌方会考虑谈判或者寻求更好的出路 并且期待中方在劝和速谈方面发挥作用 有法国传媒引述评论员说 中方希望缓和中欧关系 但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劳沙野 早前发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没有有效主权国家地位的言论 损害了中国和乌克兰 以及和欧洲多国的关系 相信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和泽连斯基通话是想平息外交风波 维护中国的中立角色 对于俄乌局势今后发展会是如何 有美国学者说 虽然这次中欧元首通话 稍微平衡中国的亲俄立场 但是中方没有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 所以不太可能对结束战事 带来重大贡献 另外有内地舆认认为 美国见和谈稍微有进展 军援就会及时赶到 将乌克兰诱入战争黑洞 舆认又说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俄美矛盾 俄方要求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 停止向东扩张 不在乌克兰驻军和部署导弹 如果美方保证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相信可以结束危机 早前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在中国挖船下恢复外交关系 美联社认为中方推动俄乌和谈 又鼓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 可见中方寻求在全球外交中 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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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各别大企业业职理想 开过美国上季经济增长远得预期对美股的影响 开始导致升79点 之后升幅逐渐扩大 行中段升超过400点 科技公司META 上季营业收入和盈利都比预期多 本季营业收入有望高过预测 公司股价升一成半 重型机械制造商Caterpillar 上季营业收入和盈利都比预期 但未完成订单数字和前季相约 分析认为反映需求可能已经见顶 公司股价跌超过1%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个别发展 其中法国股市连跌3日之后 由今个月12日以来最低回升 英国股市就连跌第4日 跌到今个月12日以来最低 英国货时100指数跌21点 法国CAT指数升17点 德国DES指数升4点 比亚迪股份上季多赚4倍 营业增至41亿人民币 扣除非经常性船益的淨利润 更加增长近6倍 营业收入增长近8成 增至1200亿人民币 公司指营业收入大增 主要是因为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但同时都令营业成本增加近7成 另外公司期内研发费用都增长1.6倍 增至超过62亿人民币 中国恒大公布境外债务重组方案进展 恒大警呈和天璣各组协议 获债权人支持的比例是三成到九成不等 根据恒大公告 持有恒大协议安排入面 A组债务未尝还半金额 7成7以上的债权人 已递交加入A组 重组支持协议函件 持有私组债务未尝还半金额 三成以上的债权人 已递交加入私组 重组支持协议函件 持有警程票据未尝还半金额 9成1以上的持有人 已递交加入警程 重组支持协议函件 持有天璣财务工具 未尝还半金额 6成4以上的债权人 已递交加入天璣 重组支持协议函件 看起来美元最新汇价 对日元卖出价134.009 英镑1.2487 瑞士法郎0.8939 欧元1.1024 谢谢收看《无线财经发信》 周慧 新加坡调高买楼印花税 其中外国人的税率 由百分之三十增加一倍到百分之六十 新加坡楼价近年持续上升 当地政府计去年九月收紧按揭成数之后 决定加纳为楼市降温 即日开始 外国人买楼的印花税率 由百分之三十倍增去到百分之六十 永久居民以至公民 够至第二个单位或者以上 税率亦都一律上调 以公司又或者信托方式置业 除非是地产商 否则印花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五 大幅调高到百分之六十五 当局说当地楼价有加快上升的迹象 如果不加强控制 楼价可能超出经济基本面 同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加坡楼价今年第一季 按季上升百分之三点二 比对上季百分之零点四 明显加快 已经连升十二个季度 而去年新加坡楼价上升百分之八点六 同期本港楼价跌近一成半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由专家估计 新加坡私楼印花税加纳 印花税加纳会令海外投资者却步 相信部分人会转到香港 海外人士日后在新加坡买楼 要给多一倍印花税 有移民顾问预计 有意到当地的投资者 将会因为这样而减少大约一半 部分投资者可能考虑转投本港 在说买一千万的 其实你已经要交六百万的税 所以相对一些我们说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真的却步 其实市场上 可能东南卖国家 包括香港 有很多选择 所以他们未必会是新加坡 而要交这么多印花税的情况下 而继续去做一个投资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人会是转贷 转回来香港 有移民新加坡三十几年 从事房地产的港商 说大部分港人到当地之后 都不会选择短时间内买楼 如果拿到PR是只给5% 所以很多人应该是过来租两年楼 发觉真的很适合自己 然后就决定想留在那里 两年之后就想申请那个PR 很多人就拿了PR之后才会买楼 地产建设商会认为 香港和新加坡情况不同 认为政府如果要吸引人才 应该逐步设立 他说香港政府担心有人炒楼是过于忧虑 无线电视记者李游昆布道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三年过渡期 7月底完结 当局说九成二物馆公司已提交申请 呼吁未申领的尽快申请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2020年开始实施 物业公司如果为公契物业提供多过一类物馆服务 公司和负责管理的物馆从业员 好像物馆经理和主任需要领取牌照 要多少物馆人持牌就要按物业单位数目决定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估计 有730间公司和大约12000个从业员需要领牌 截至今个月 有九成二的公司即是650间已经提交申请 另外大约八成七的从业员已经持牌 领牌三年过渡期即将完结 8月1号开始在涵盖范围内的公司 如果无牌提供服务 最高可以判罚款50万和监禁两年 有些物馆公司可以等到 尝尾才打算要充施 我们已经提醒了他们 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想法 我们尝尾大家收到很多申请 我们真的做不及 不保证在7月底 可以提供发出牌照给他 所以他应该尽快 我们希望他在5月底之前提交申请 资料齐备 养交了的话 大概25个工作天内 我们可以发出牌照 如果物馆公司限期之后仍然未领牌 合约期内未能提供服务 业户可以怎样跟进呢 如果一旦去到他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话 可能是违反了他提供物馆服务的 那个合约的某些条款 所以那些业务就需要寻求一个法律意见 看看究竟他们在这个合约之下 他们有什么权利 是不是否需要去聚讨他们应得的权益 他是有一个责任 因为他要核实究竟他现在所在的物业 他的公司或者他各个管理人 是不是有牌照我们的网页 就可以直接查到的了 物监局近月也都推出了标签计划 5被已经拎牌的公司 可以有一个标签贴在物业的当眼署 方便市民识别 无线电视机者李永坤不道 申诉专员公署调查发现 查识人士路边专用泊车位 严重供不认求 不少更加被蓝用 建议运输署加强监察 这些残疾人士路边专用泊车位 以往只是容许商残人士泊车 要申请促称男证的许可证 前年开始扩大适用范围 如果要接载下至行动不方便的人 就可以申领促称灰证的证明书 截至去年的11月 一共有超过4400人合资格 公署主动调查之后发现 这些泊位严重供不认求 不少更加被蓝用 港岛东区这里 五个专用泊车位 整天都泊满了车 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见到两个持蓝症 三部就用灰症 公署说运输署无从得知 灰症的车有没有接载行动不方便的人 而且由于这些泊位无需收费 也都不能够倒绝是否连续泊了超过24个小时 当局也都没有限制到登记车辆的数目 有人就获批登记五部车 批评处方太过宽松 现时大部分登记三格或以上车辆的灰症申请人 没有解释增加车辆数目的原因 运输署不会探究 也都没有说明签罚给最多五格登记车辆的理据 一旦被发现违规 灰症更加是没有罚则 现在灰症是由行政措施下来定整个计划 也都如果是滥用 看不到有什么罚则 但是滥症那方面 就是因为有立法的规定 而且滥用的话是需要负起刑责的 所以相关的差异可能会制造了一些矛盾 这个就需要运输署去证实 而且看看如何可以尽量去消减了这些差异 新述专员工处说当局应该善用新科技 例如是智慧监察系统去改善烂泡的问题 运输署回应说大致建立有关的建议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长洲发生谋杀案 两个男人当街打斗 其中一个人死亡 警方拉了43岁疑胸 初步相信两个人因为金钱纠纷 人气增执 案发在长洲大身后街 警方上午11点接报 说两个男人在一间精品店外打架 一个52岁男人倒地昏迷 送往长洲医院救治之后死亡 另一个中年男人就逃去 有附近商铺的负责人说 听到两人增执大约15分钟 当时我在开档 看到有点吵杂声都看过去 看到他们已经是拳来脚望 打架 其实是拳头架 没有什么的 其他街坊都叫他停手 不要打了 没多久看过去 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声 看到死者已经躺在地下 然后其他人就叫他 叫醒他 警方封锁现场并且在一部单车首证 掌握在图男人的资料 并且锁定他的住址 最后上门将他拘捕 警方调查所得 死者和施杂者 或者现在我叫他被捕者 是同为长洲的居民 大家亦都是相识的 两位 我们相信都是有这个黑社会的背景 我们警方相信 今次的案件 是由金钱糾纷而引起的 警方又相信死因和襲击有关 有待验尸确认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一个休假的30岁消防员 同太太日本东京旅行期间 涉嫌性侵犯一个日本女子被捕 他了解涉事的是香港消防处 一个建杂消防队长 日本传媒报道 30岁疑犯黄耀德 同太太到日本东京观光 过去的星期日夜晚 他以出去买食为由 独自离开酒店房间 在路上要求一个20多岁的女徒人 带路去拉面店 之后涉嫌是一座大厦的男厕 性侵犯那个女徒人 疑犯原定星期三离境 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组的时候 被警方以涉嫌强制性交罪拘捕 报道指黄耀德 接受警方问话的时候保持沉默 只是说等律师来再说 日本警方翻看闭路电视片段调查案件 香港消防处证实事件 说正详细了解 强调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纪律和操守 必定严肃跟进违法维基个案 日本生育率持续下降 推算到2070年 日本种人口将会降到8700万 及结纳内地人才将会成为日本重要政策方向 日本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报告 预测日本的人口在未来50年会持续减少 并在2056年跌破一亿大关 估计到2070年 总人口将会减少至8700万 比2020年的1亿2600万人大减三成 进一步加深老龄化问题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升到大约四成 而在未来50年 劳动力人口和14岁以下人口 也都会分别减少四成和四成七 当局将会根据人口估算结果 更新公共养老金制度 面对劳动力人口减少 以及老年化的双重打击 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 以及经济稳定 面临巨大压力 当地多个技术行业 已经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 预料输入外劳 将会成为日本应对人口老化 以及维持劳动力的重要方针 报告推算 日本的外劳和留学生等海外人口 每年将会增加16万人 预料在2070年将会达到939万人 占日本总人口的一成一 无线电视记者叶芳文报导 广州两个拐卖9名儿童的人 在这里拐卖9个儿子的犯人复发之后 情绪激动 在行刑前一天 新君良写信给两名人犯 说希望他们良心发现 在行刑之前 说出三个还未运回被拐儿童的下落 2004年12月到第二年1月 周庸平联同其他人 引屋绑气身冲的妈妈 强行抢奏当年只有一岁的身冲 再交给张维平贩卖 张维平在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期间 刻意结识一些家长 再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单独拐走了8名儿童 2018年两个人 在郡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被判死刑 上诉之后二审维持原判 案中有6名当年被拐走的儿童 在近年陆续找回 而张维平曾经公出 九中拐卖儿童案当中 都是透过中间人梅姨来完成交易 但是梅姨至今还未落网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宏报导